1. 施定谷基大高层原环防空蓄水池谷基保护计划报告案 结论1. 有关市场处所提保护计划同意被查 2. 有关公务局公登处所提的谷基展示方案 请朝兼顾谷基安全及民众可亲近性规划设计 展示方案请在提送本委员会 2. 新北投车站重组工程进度即后续营运管理报告案 结论 本案工程办理进度恰息 至于后续营运管理部分属文化局为机会办理权责 予以尊重 审议案案1. 中正区绍兴北街31项53号范围继登陆理由审查案 结论 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 并由出席委员同意决议为登陆为本市的历史建筑 名称绍兴北街31项53号粮食局仓库 总类其他仓库 那登陆理由及其法令依据及公告资料 请委员参看书面资料 保存范围 未立历史建筑之文化及后续整体规划 本历史建筑保存范围为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126-1 130第号 案2. 中正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院区内 探坑视觉建造物基础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结论 本案经委员综合讨论后 同意指定为本市市定古迹 决议如下 名称翻学堂移构 总类书院 那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据请委员参看 另有关翻学堂移构目前仅于中正区 城中段三小段17第号基地内发现 为本揭括及临近揭括 依据文字法14条列册最终 未来涉及套汇部分之地下开挖30公分以上工程 开发单位应先进行视觉 以确认是否留存 翻学堂 西学堂 单应书院移构 第一 文字法相关程序办理 案三 福德耶长庆庙文化资产价值审查案 结论 本案经委员统合讨论后 由初期委员同意登陆为本市历史建筑 名称福德耶长庆庙 种类寺庙 登陆旅游及法令依据请委员参看书面资料 保存范围正店 以1936年修建范围为主 前方广场及后方大榕树 所在土地 包括中正缺合体断四小段等 地号 土地 有关实质保存范围之认定 事办理县堂确认后再向本委员会报告 以上 请提案单位报告 依据 以本市文化战胜审议委员会第87次的会议报告案案一结论办理 本古迹位于建成圆环建物的内部 因市府计划拆除建成圆环为避免古迹于拆除工程时遭到损坏 建成圆环改造工程后续由本府的公登处来办理 那古迹的诊事方案在上次的会议报告 结论为 古迹诊事方案请朝兼顾古迹安全及民众可亲近性来规划设计 那诊事方案请在提送本委员会 那公务员处在12月19号提送了修正版的古迹保存计划 那本局在12月15号邀集李前郎委员 张天权委员 以及王惠军委员来召开审查会议后来提送本委员会报告 那委员意见的摘要有五点 一 红砖墙之下可能有放脚器基础 应探测以免误挖 二 只有防空蓄水池大概缺乏历史的诠释能力 对1943、1944的防空而言 或可在展示区展出二战期间台北市防空史料 及美机的轰炸资料 三 斜坡道前建议增设结水沟 避免大雨 请斜坡流向展示区 四 栏杆外流液人行的参观步道 在增设翼一道的洁水沟 降低地表浸流及渗入地下水 降低谷基水池的挡土墙压力 五 建议谷基专长一并修复 避免损坏扩大 水池的损坏较严重处 如能尽快修复将能确保骨基的保存 结论有两点 一 有关骨基的蓄水池增长裂缝 请公园处先行填缝 并以与人貌相似的红砖修复 并注意对骨基本体的保护 二 本期的审查结果为修正后通过 请收拓单位依委员一届修正 并制作修正说明对照表来提供本委员会 那这是当时的公告资料 以及地级图 那今天公园处有委托的设计的单位来出席简报 那是请委托单位向大会来说明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我们是那个公园处 所委托的单位静官设计有姓梗 那针对我们大道成平华方工具体词的展示方案的部分 我们有经过了上一次的审议会 还有上周15号的审查 那委员给我们非常多的保护意见 那我们修正的方案就是将 将我们的修正方案跟各位委员报告 就是首先我们会针对我们的 防空蓄水池的保护的设施做说明 那并且把蓄水池以够的保护方式也进行说明 最后我们将完工后的骨积管理委员计划也提出来 并且将审查意见进行回复 那首先我们在骨积的保护设施的部分呢 我们的基地位置是在这个 现在正在拆除的这个圆盘的建筑物当中 那这是它的现况照片 那在我们的保护的内容包含 修散骨积的裂缝 那刚刚文姿的那个结论 上一周的结论也只希望我们做文姿的那个 希望我们做骨积的裂缝修复 因此我们是在施工前进行修补骨积专长的 严重损毁处及裂缝处 那我们修复的方式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墙面轻微的裂缝处 以选泥沙将填缝修复 然后第二个呢是墙面错位的部分 先拆解然后再进行表面的清洁 再依元气榜气毁 第三个就是在专长有缺缝的缺口处的部分 以原貌相似的红砖修复 那再来的话是在修复后之后的 那个骨积的监测的部分 我们会装设那个裂缝剂来进行监测 那原有的裂缝剂其实已经损毁了 所以我们因此重新装设 那再来是在丝工中的时候 针对骨积的保护措施 包含防止丝工的坠落物 以及风雨的侵蚀 以及防止工程人员的人为碰撞 以及排水功能 以及避免人为入侵 所以我们保护的措施包含 钢垢的棚架 还有沙包挡水跟外围的包覆 以及针对骨积本体 我们以防状的保护泡棉跟保护墙来做包覆 这是我们的3D的示意图 就是包含上方的保护 以及里头骨积本体的保护 那周边都设置沙包挡土墙 那再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上一次的省议会 我也建议我们可以沿用市场书的拆除的一些材料 那这部分我们也是将它做沿用 那所以我们的施工措施的工程流程 包含就是我们在市场书的拆除工程完工之后 我们会邀请相关的单位来汇胎 查验骨积的现况 那打开来之后确认它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进行保护的相关措施 那最后完工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它拆除之后来做查验 确认它的情况 然后完工后呢 补迹的保护的一个状况 主要就是我们上一次有提出两个方案 一个是加盖 一个是开放 那这一次我们就是整体讨论之后 采取开放的方式 那在开放之后呢 它必须能够承受它的耐后 以及它的排水 所以这部分我们有做法进行加强的处理 还有上一次我们提到的 它跟周边的广场的关系 设计上的关系是如何 那我们今天也是将我们的环境的关系 来做以呈现 那在打开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有两米多的高差 所以我们在周围呢 设置防护的一个栏杆 那但是它是一个透视性的效果 那在我们这个广场当中 我们是为了要增加人观察 观察者跟骨积的关系 我们降低了这个广场的高度 也就是利用下层式的广场 来做一个解说的广场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从外围 这是人行道的高层 然后借由一处两处三处的斜坡道 下到我们这个广场 然后进行在 沿着骨积的外围呢 设置一个解说的一个部分 让民众可以直接就 秒看到我们整个骨积本体 然后以及直接进行解说 那这张照片呢 是1945年以前的一个圆环的一个照片 那它当初这边都是 以重新圆式的一个发散的一个 花圃式的一个景观 所以我们当初在做设计的时候呢 是希望是不是从1908年 这个圆公园这个时期做一个断点 也就是说将我们的设计的一个元素与会 尽可能的是从同心圆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设计 那并且当时种植七里香的一个花圃 它根据当地的其道也有提到说 也有花香的一个记忆 所以我们就以花香跟同心圆 还有当时的材质 来做一个延续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说我们把花圃 利用花圃 座椅墙还有壁坎灯的一些营造 来暗示过去各时期的约缓位置 那并且我们设置这个广场 能够跟我们的古迹的一个空间 能够直接衔接 也兼具活动以及观察 观赏我们的古迹的一个本体的 一个多功能性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是我们的棚面图 也就是说我们的周围人行道的高层 跟我们的广场高层大约差了40公分 那我们借由周边三个部分的一个 出口的斜坡到下沉下来 那下沉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直接近距离的观察到 我们的古迹的一个引垢的部分 那在古迹的这个周围呢 我们沿着这个部分设置那个解说墙面 那至于2003年新建的建成圆环 我们保留了三根柱子 然后加设那个解说牌制 就是让人们知道 2003年的新建这段过去 它也不是因为拆了就没有了 可以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过去各个阶段 它可能会有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我们是设置在入口的这个地方 就是原本建成圆环的外围的 那个玻璃行垢的一个外框的部分 那再来我们如何呈现圆环记忆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利用不同的方式 包含圆环的范围的文理的历程 包括1908、1943年 甚至1950年、2003年 这些的圆环历史记忆 我们都希望它应该是 这个地方的一个记忆当中 所以我们希望从解说牌制 以及地面的一个铺设 还有甚至灯的引导 来解让人们可以记起这段过去 那再来呢是我们的文史解说广场 包括铺面 我们利用方向性的指引 让人知道说我们曾经天水路 曾经是民主历程的一个部分 还有大道城曾经发生了 哪些事情的一个部分 在呈现在铺面上了 那最后呢我们是利用那个喷水的部分 来引导这个地方的一个水的一个意象这样子 那再来是我们将材质的部分呢 将红砖跟石材 列为我们主要的设计的材质手法 然后并且把相争园公园的花圃跟座椅墙 截取红砖跟石材来做搭配 然后并且搭配间接的灯光的灯源 这张是鸟炭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的夜间的照明 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间接的效果 那我们的解说牌制是围绕着这个旁边 来做一个解说 那这张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流色三根的 原来的那个圆环的柱子 然后并且增色解说的一个部分 让人记得这段的过去 那再来我们的广场的上面呢 我们设置砍灯 那在夜间的时候 它就会是有一个历史的轨迹的一个出现 那并且在植栽设计上面 我们选用台湾原生树种 包括张树土肉柜跟森氏红蛋笔 那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我们都选择长绿树种 避免那个落叶掉落到古迹 第二点呢就是森氏红蛋笔 我们设置在圆环的这个同心原式花圃当中 因为过去的记忆 圆环曾经有种榕树跟森底箱 但是榕树它是属于不适合种在这个空间里头 所以我们就寻找了跟榕树相似的树心 然后但是它具有祈福的一个意涵在里头 所以我们就将森氏红蛋笔 选进来当作这里的一个桥木来做设置 那再来的话呢 是在花圃的地方 我们总是种植森森底箱花圃 并且搭配其他的香花植物来做搭配 那至于相关的一个保护的方式呢 我们在将来的日常的维护的部分 就是出入门会从这边下去 然后有爬梯下去来做进行的巡查跟维护 那并且排雪的部分呢 就是下一页的部分有提到 它的我们采用动力式的排雪 因为这个地方的高层低于周边的排雪系统 所以我们也采用动力的排雪方式 那并且在边缘的地方增设边缘排雪沟 减少那个水对骨骑的破坏 那再来是我们的那个保护的一个 一个部分在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模拟图 那至于之后的维护管理部分呢 包含了三个部分 包括古迹的参观计划 我们参观计划呢 是选择是采用全方位俯瞰的一个解说平台的方式 所以是可以一览无影看到我们的古迹 那也连带的解说导览方式也会相当的清楚 那在古迹维护的部分呢 我们包括定期维护工作 每日的蓄水池的展示空间 跟周边的环境清洁 还有不定期的维护 如果有破损的时候 我们进行确认并且通报 那在档道的部分 我们在公园处这边都 每日都会派诸位景定期巡逻 以及我们在我们这个工巷里头 有设置露营的监视系统 增加它的一个防护的功能 那接下来就是针对我们的几次的意见回复 包括古迹专厂一并修复 避免损坏扩大这个部分 我们也重新调整我们的一个说明 然后也将这个水泥沙江填缝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处理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保护 在我们报告书第十四页都有详细的说明 那在我们上一次十一月二十一号的文字审议的部分呢 我们包括在做这个 我们要怎么去结合我们这个圆环的各个时期 我们主要是因为它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特点 所以我们就选择一九零八年的圆工园这个部分 来作为历史的断点来出发 来让大家知道这个过去 然后并且在大道成这个解说系统里头呢 也将这四个时期加以阐述跟说明 那各个时期包括我们在设施的位置 还有图文的 扑密的图文雕刻 还有副程式的直在花谱 还有历史的香气 以及修气空间 这些等等来做一个历史记忆的呈现 那以上的说明请各位委员给我们指证 谢谢 谢谢这个报告 我们委员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个报告 来请 目前的那个金光设计上 这个1943年及2003年的圆缓的那个线 考虑经济 一个是原来的那个水质的周围 一个是喷水 但是为什么没有考虑1908年跟1950年的线 我想不要尽量不要刻意的线 因为就是一个历史上的线更重要 所以应该这个夾上去 那当然就是你们的出入国的安全 你应该一起考虑 我的意思 好 谢谢委员 那委员很有 谢谢 刚刚的新闻 昨天环境 也讲他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节点很重要 为什么在这里盖这个蓄水池 就是因为它有地点上的实践 那后来为什么 这个圆缓变成非常兴盛的夜市 也是它的地点 那个时候重新北路还没有开 所以这个周围的环境 简单的记录一下 这就是形成一个社会地理的环境 形成它的一个空间的使用 那后来因为是这个 这个工房生机已经过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兴盛的事 所以才有那一段 这个夜公操 这个晚间在这里吃饭 那东西 也造成了所谓日本学者 专门来研究这个场域 像第三社会的这个历史 这个都有一个因素上 那你现在只是 只是非常强调 这个实质方面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也有 有些社会周围的问题 有大大的意义 还有哪个角度 有些东西 提拉 有没有问题 那我复义 刚刚那个县卫老师提到了 就是1908年才是那个原公园出现的时间 而且那个从都市计划的角度来看 那个原来的纹理其实非常重要 那可不可以放到最后倒数第二章 刚刚解释那个设计说明的时候 倒数第二章 就这一份的倒数第二章 对 就是这个 就是你现在的设计说明 是以1908年为那个历史的断点 但事实上配置图 你现在所有处理的新的设计 其实跟1908年其实都没有关系 那而且反而你还进一步去解说同心源是1908年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当代的设计 所以这两件事情要区分开来 如果1908年被确认 是你作为整个设计的基础 那1908年的纹理应该就在你的设计出现 那后面的那个说明我觉得不好 那个容易产生那个历史的误解 会让人家误以为你现在的当代的设计 就是原来的那个1908年的那个原公园 所以这个部分我大概那个再补充一下 应该要做一个修正的必要的说明 就是在未来的这个设计中 那这个今天是不是还是同意那个报告案的备查 那但是后续的这些修正还是要报名这个 来做按照设计的这个建议来做这样的设计 如果还有提议 我们再报道文明会来 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这样来 那就是要报名的是 那以前那个铁盆临时性的设计 包括了铁盆 所以将来的你展示的话 也是露天的 露天的我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砖子风化的问题 里面就是很可谈的 第二个我刚刚仔细看了里面的图说 你好像有意思要把它整成填平 要把它復原成填平 還是只是殘疾 對啊 打開 打開 因為你們那個圖 標高鎮的260 這個是全部一起圖 是是是 這是我們測量的絕對高層 那其實是 它是跟周邊的地形是平的 那你有去填一個水池 水池是開放的 對對 不要去填 是是 那個水池就殘疾它有多高有多高 不要把它填成這樣 是 謝謝 好 謝謝 大家還沒有 如果沒有我們就同意它可以 網絡會員的建議要我們需要 直接修正 保持它 好 可以的話我們就進行下一個 報告案2 台灣銀行管理之文化警官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 再利用現況報告 報告2 2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 陽明山美軍宿舍群是在 97年6月17號公告登陸之文化警官 在102年11月27日擴大 增列停機坪網球場 為文化警官範圍 範圍 範圍原則上是以1950年到60年代 美軍宿舍仍上有流存之範圍 包含了美軍協防司令宿舍 流自然事件案發現場地區的宿舍 以及三載後地區C1 C2 F5區 H1-1 H1-2 地區等美軍宿舍為對象 以及服務設施的公共空間 如網球場停機坪等 目前台灣銀行管有的美軍宿舍 建築物共有118戶 這個是美軍宿舍的範圍圖 其中美軍文化景觀內還有歷史建築 陽明山美國在台協會 原美元運用委員會宿舍 計12處 三載後前美軍宿舍計10處 以及陽明山美軍俱樂部 陽明山美軍福利社 在當時文化景觀 我們訂定的保存元素及管理原則如下 有以下六點 那今天主要是邀請台灣銀行 針對它管有的美軍宿舍 來做一個簡報與說明 是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早 好 那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做這個活化的簡報 那因為剛才主管單位已經就相關的一些 之前的相關的背景跟原油在前面說明了 所以我們請各位長官直接看到提供的報告 從六那邊開始 那我們在這個整個活化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曾經在98年的時候 有想用地上權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因為各方的意見有很多的不同意見 所以我們目前是用出租的方式來處理 那我們直接跳到那個氣的部分 我們直接就切到我們今天所要報告的主題 就是目前出租國化利用的情形 那我們先從西渡區來講 那西渡區呢 是目前大概有五千多坪 那目前是以美軍福利社為中心 那基本上這邊在加這個陽明山聯儀社 總共有十九戶 目前是無償借給台北市政府代為管理 那本來是作為世界設計制度 塑造活化利用的一個亮點 那麼也藉此呢 由市政府引進民間的資源來進行修繕 然後提供文創工作者的一個使用 有機會形成一個創意的聚落 那同時對本行其他的這個資產的活化利用 也有正面的幫助 那目前在市府這邊 在102年10月的時候 已經引進了相關的這個產業進駐 比如說現在有亞尼克的這個火子工坊 還有美軍聯儀社 目前也修好在使用當中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西渡區 西萬區 那西萬區目前的面積是有 將近一萬九千坪左右 那這個是非常接近文化大學的這個位置 那本區有27棟房子 本來是空了25棟 後來經過積極遭租的結果 目前是全部出租 那主要的方式是以住宿使用為主 再來我們再看F區 那這個F區呢 這個面積有16000坪左右 那裡面呢 有10床17戶的歷史建築 全部是42棟房子 本來是有30棟的空置 那經過積極對外招租的結果 已經全部出租 那部分呢 已經修繕完成進駐使用 主要的使用方式 大多是維持住宿的使用方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 它是一個F區 防止修繕前跟修繕後的狀況 那再請各位看到H1區 H1區總共有5200多坪 這是在隔字路的對面 在隔字路20項裡面 它是兩層樓的 那全區的房子有30棟 原來15戶是空的 經過對外招租的結果 已經全部出租 主要的使用方式 還是維持住宿的一個使用方式 這是現況 好 那我們再看 有關於本行對於文化景觀 保存維護計畫執行 跟建物修繕管理的情形 那本行為了 落實文化資產的管理 在總行跟在當地 都設有專人在負責執行相關的規定 那如果有做出租的話 我們就會在房屋的出租租約裡面 去載明都處乘租人應該依照文資 還有這個都記的相關規定 還有這個如果有受保護樹木的話 也應該依照相關規定來管理維護 好 我們看第九點 那我們在這個活化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感謝主管機關 對我們許多的協助 因為雖然我們把房子出租 但事實上這個整個修理的過程當中 各方的意見還是很多 那我們也跟主管機關 來積極的請求協助 那我們在這裡目前看到有幾個點 需要能夠提出來請求能夠協助辦理 第一個是有關於污水排放系統的部分 那目前為止整個污水的系統 是市政府已經規劃完成 而且在陸續施工當中 那如果這邊可以加速工程的進行的話 我想應該有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 那至於說在有些地方還沒有完成的部分 我們會請陳豬仁先自行設置污水處理的設施 等這個公共的污水排放系統完成之後 再去接管 那第二個比較困擾的問題 是有關於交通跟停車的問題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簡單的一個建議 是不是能夠請圖回去那個大圖 我們把這個第六頁 包括你第六頁的大圖 OK 第六頁的大圖 在這邊有一個停機坪 也就是說在西兔區 西萬區的這個區塊裡面 這邊有一個停機坪 那我們平常上去看其實 因為這邊目前是 亞尼克有一些商業的設施 所以目前看起來 這個地區的停車是比較複雜 因為我們如果平時上去 車子沒那麼多 他們大概都會停到這一條馬路 那這條馬路事實上旁邊有所謂的一個 以前的兒童遊樂設施的一塊綠地 那也有些車子是停在 直接停在這個巷道裡面 那基本上我們覺得這個 對於那邊的原來指定景觀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氛圍 也是一個不好的影響 那尤其到假日的時候 我想情況應該是更嚴重 那我們是建議 因為這邊有個停機坪 是一塊碰地 那是不是能夠研究 在這個停機坪這個地方 把它做成一個停車場 那在平日假日 可以做小型車位的一個停車使用 那至於說到了假日的時候 可能要求這個乘租的這些業者 他們能夠提供專車公共的運輸 從士林的捷運站 或者是建坦捷運站那邊 做一個公共巴士上來 我想應該是可以緩和這邊的一個 交通的一個衝擊 這是我們第二個請求協助的地方 就是能不能請求檢討 這個停機坪能夠讓它能夠做 怎麼樣的能夠來做一個停車場的使用 這是第二個問題 好那我們再回去那個請求協助的 第21頁 那接下來就是有關這個本區的 那底下稅的負擔的問題 我們還是希望主管機關 如果有機會的話能夠協助我們 好 謝謝 謝謝 申對這樣的報告 我們所有委員或有其他指教的地方 來 請 來 請 申對這個第三點有關 地下稅因為調漲 導致這個負擔的部分 那麼本區已經在 12月9號我已經去拜會文化部長 那麼也希望呢 能夠文化部通過修法手段來處理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地下稅調漲呢 已經嚴重影響到本市 這個古蹟跟歷史建物再利用了這樣的一個活力 所以呢我們已經把這樣的情況 已經轉達給文化部 那文化部也遠的話 會通過修法手段來幫助本市 在解決這樣方面的問題 以上補充 謝謝 這個地下稅的問題 可能不是地建 地建其實沒有問題 所以市政府都已經處理了 現在主要是文化景觀的部分 因為文化景觀在文治法裡面是 它的規定是由地方政府得減免 就是應該由地方政府來做一個 一個一個通盤的考量 有一個執法的頒布 那據我們觀察 整個全台灣21縣市 大概已經有17個縣市 都已經針對文化景觀的部分 做一個減的動作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這個部分 在台北市政府首戰之區 應該也是要落實文化資產的這一項立法的意志 我簡單的補充 謝謝 主席 那個 這個地區的稅的減免 今天一定要通盤考量 因為 以陽明山現在出租的情況來講 我覺得出租率很高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邊的 陽明山是北市稅率最低的 大概市區漲到30% 這邊漲不到6% 所以我建議這邊其實 我有跟稅券處包括地震局這邊聯繫 其實這邊的稅的負擔並不重 好 然後 所以才可以承租那麼好 那我建議另外考量 那確實文化景觀裡面 沒有談到稅付的問題 可是我們看這一區幾乎房子都已經租完了 所以這個問題我建議另外考量 還有兩個問題 我建議第一個停車的問題 現在既然整區都已經租得差不多了 我建議台營都是他們的地 他自己要提出一個計畫內容 包括衛生下水道 怎麼做 應該負擔一點責任 然後把它提出來再到這個委員會裡面 甚至分小組裡面先討論以後再說 不是都丟給市政府嗎 地都是他們的 錢也被差不多了 我覺得租得很好 但是管理上要負一點責任 好 其他委員有沒有 其實這邊房子有人住是很好的事情 看到出租的狀況蠻好的 只是我看那個前後對照那個修散前後的那個現況 我想請教的是說 台營在修散這些房設的時候 有沒有根據過去的一些文化景觀 然後原來建築的房設給這些修散的房設有一些規範 這些地方 因為看到有一些狀況差異有一點大這樣子 好 以上 那有關於陽明山這個地方的美軍券 是文資的一個維護或修善 我想可能很多委員也了解 這個地方從登陸一直到我們要設定地上全活化 到我們不得已改為出租的這個太陽來處理 事實上這裡面都有很多的當地的文實工作者在監督 所以基本上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只要有做 不管是我們本身 還是說陳豬仁他要做比較大的變動 事實上他們不但跟我們反應 他們也都會跟主管機關來反應 那當然我們也都跟主管機關會做密切的聯繫 所以目前實際的狀況是這樣子 我想不可能偏離太遠 那至於另外一點 就是說有關於剛才副局長所提到的說 這個地區基本上都是台營的地 那另外我們現在來看 好像是說出租的情況很好 但是可能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說 在都市就要變更 當時是由住二變成住二特的時候 那一年台營那邊的土地的價值 公告限制的價值 減掉一半 減掉一半 也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就是說稅是歸稅的考量 比如說今天如果說文治法的規定 它之所以立那個法條的意思 就是說為了讓土地所有人 他因為他使用不變 所以他要降低他的負擔 所以我們應該是針對文治法這個角度來考量 至於說那個地方的地價是不是太高太低 我想這應該是地震單位的一個事情 如果今天他們那邊的公告地價調高 那自然那個地價是會跟著上漲 所以我想好像不是同一件事情 那至於說衛生下水道的問題 其實衛生下水道台營基本上它也是一個私有土地 我想台北市政府在做地下衛生下水道 污水這個下水道的時候 他也不會去要求哪一個地方的土地 大部分是A的人 叫他去負擔自己去規劃 自己去提供那樣的一個設施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市政府能夠協助台營 因為今天能夠走到這個樣子 說實在是這個地區能夠再讓它活起來 我覺得是很不簡單 我們台營說實在是費勁的心思 而且說實在我們也要接受各方不同的意見 然後走出一條路出來 今天我們不要只看到說我們出租的很好 事實上這邊我們都還有犧牲的地價稅 我們都給人家的出租條件 比如說也許我給他兩年狀況不好的話 我們甚至於給他更多年的免租金 就你要讓他進來活化利用 即便是有出租 台營也並不是馬上有休憶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這個市府能夠在這個地方 能夠做一個比較這個通盤性的一個考量 謝謝各位 好 還是要跟台營講一下 因為我上次開過那個衛生下水道的會 我覺得我們有幫忙 就是市府都有幫 歸單規劃好 重點在有一部分的內線的管線 要台營出錢 台營不太願意 我要直接講 所以這是互相的 政府不是沒有幫忙 台營要盡一份責任 另外剛剛老師講的那個房子的外觀 其實在媒體上 還有很多文史工作者 有建議文化局 所以才提醒台營 有沒有依乎原則 還有文資法第六四條的部分 該送神要送神 那因應計畫之外 如果不因應計畫申請 原則上現在要以建築法的方式 來補實用執照 那這個部分也請台營全面要審視 以免將來不違法 這個部分不是幫忙的 這有法律的限制 再來交通的部分 是可以提出計畫 來在整個文資裡面討論 哪一塊做停車場 那這個部分你們可以自己提出來 如果停機坪適合 只要審查通過 就可以做 好 家委員還沒有給你來 每天都經過我們 台營的這一片原地 我覺得真的要給台營肯定 本來這個破破爛爛的這些宿舍區 經過台營這樣的努力 我們看到了它整個景觀 確實真的有無大的提升 不過還是有一些 確實剛剛我們也提到 像愛富三街進口這邊 那幾個住宅洞 它那個用的外觀的顏色 確實是比較誇張一點 像我們都是紅磚色的那種暗紅色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他們用的那些材料 尤其是一種鮮紅色的 看起來就是 在當地的看起來非常的醒目 所以可能在外觀在修繕的時候 外觀基本上還是要參考一下 我們這個當地原來的 他們用的材料的顏色 然後另外 我們因為也常常經過了這個西萬區這裡邊 這裡有兩棟 一個是那個校長的宿舍 它的旁邊就是 好像是租給我們那個 我們一星文的那個老闆 但是我們就覺得說 因為那個裡面都是小路 它原來都是穿透性非常好的 就沒有什麼高牆啊什麼 但是獨獨那一棟 就採用了這種高牆的圍禮 所以變成穿透性不夠 那不夠的話就糟糕了 那邊廠長出車禍 就是因為他的視線都被遮蔽掉了 那在私座的時候 我也曾經有跟這個 縣長的這個負責的人跟他們反應 比如說你那個高牆你要再退縮嘛 至少你那個圍禮啊什麼 穿透性要讓他出來 這樣減少車輛在那邊廢車啊什麼 視線不佳 然後會造成這種交通的事故 但是後來也沒有去採用 所以他還是一樣把它封得很高 所以我是覺得可能在外觀上面確實 如果有些有憑據的 照以前的舊照片 再考慮看看再把它做一些維修 所以就把它可以改善的話 把它改善過來 至於說這個稅務的部分 確實在整個大面積的開發來講 我覺得對當地真的是造成了一個很大的 一個欣欣向榮的傾向 我想這一點要跟台銀肯定 以上報告 好 好 我們其他委員 我們其他委員 這個就我所提到 就是事實上那個台銀美 就歷史建築都有經過那個文化局 就是在活用之前 都有經過文化局的審查 那事實上那個時候 因為他的動作很多 所以其實審查的委員就不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結果 就是每個委員關注的點不一樣 所以照成修出來結果就不太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注意到這個問題 可是因為我 承辦人都很尊重那個委員的意見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也可以請那個 因為只有承辦人了解 每一個案子的狀況 因為每個委員都只知道 他所審查的那個案子 那所以是不是有一些共同 或者像林委員剛剛提到的 一些共同性的意見 是不是可以由那個承辦人 來稍微掌控一下 然後可以稍微提醒一下說 其實在其他案子大概是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求是什麼 不知道會顏色啊 可以再稍微提醒一下 這樣可能會比較有一致性 否則他有時候 我也會覺得說 欸 怎麼會有的是那樣子 可是別人有別人的關注點 所以才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請我話題顯示一下 謝謝 老師不好意思 那個64條 其實也不怪台語 64條他今年才加的 所以我剛才提醒那個經理這邊 今年開始要依照64條審 過去64條裡面其實沒有規定 所以台銀大概 我們的建議方是依那個原則 找幾個委員去看 所以他不叫審 所以就重複的看一下說 他沒太大的問題就讓他過 那其實今年的法律修表演 就是要審 所以以後可能比較能夠統一 整體統一 但是過去這個形勢 確實我覺得 有人反映是事實 那趕快從今年要 就整個區域重新檢討 甚至大面積的部分 包括交通衛生都要重新檢討 我的意思是這樣 這個主席 這是新的法以後 台銀當然64條是要審核 但是案法是還沒有發布 但是62條的第三項 這個我們這個台銀的這些文化的景觀的部分 它你們有收房租 這個房租的收益是準用22條 也就是你要把收益的全部或一部 你可以不用 就是說你要作為管理維護費用 不會受國營事業管理法13條 跟相關法規的限制 你必須把那個租金的收入拿來做管理維護 所以剛剛文化局所講的 什麼下水道 下水道還是什麼 你們真的要拿一些錢出來做 因為你是公營事業 現在公營事業不是很多 不過台銀一向就是公有的 我們這個是屬於公有的文化資產 那我們要帶頭做一個模範 要拿來哪一些收益 因為你的租金收入還不錯 我老師跟各位委員報告 目前我們的租金收入根本不夠付地價稅 不夠付地價稅的 所以我剛才在最後段也跟委員報告說 不要看到說現在出租率很高 事實上是出租出去的 我們找到有人來管理 有人來用 5G可以活化了 但是在收入面 我們事實上目前為止還是不夠的 而且甚至於如果要再拉長的話 我們在都要變更的時候 我又損失又少了五十幾億啊 所以我覺得 我們當然很願意來付出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該做的我們做 那該給我們的應該是要給我們 謝謝各位 還有這樣的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就是說 除了剛才的詹委員特別陳定之外 我這樣看 各位委員應該也都非常的肯定 就是說 目前 不管是工營的事業機構也好 或者是民間 這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一個 文化景觀再活化的一個案例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個 剛才有委員提到說 我們拿出來的錢 那你又說這個 現在可能都入股付出茅 這個也是大家都必須要合作的 就是說 第一個肯定 那也希望就是說 把它做成一個在制度上 完備合理的一個示範的案例 讓我們在文資保護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合作案例 讓其他能夠起而效益 我想我們的大目標 如果設定是這樣情形的時候 那麼在剛才講的這幾個問題 我都常講 在委員會上表達過很多次 就是說 市政府 尤其文資委員會 在這樣的一個引領過程 希望能夠 能協助的盡量去協助 那法令是有規定 但是我們不會說 就是這樣死死板板 但是盡量能夠誘導大家 走上這個法令的規定 這是我們的做法 也是他的一個精神 畢竟就是說 這個 要大家設本 不管公家民間 都不可能有這麼大的熱忱 可是你在不設本狀況 又有政府的協助 能夠激起大家的 文資保護的理念 讓大家共同的社會責任 我想這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我剛剛這樣聽 第一 就是說 這個下水道 今天正好彭局長都在 我們會全力來協助 那下水道 可是政府機關能夠做的 也就是分支管網的布設 那接下來會有用戶的接管 剛才副局長提的可能就是 用戶的接管 那可能就算彭局長要來協助 那那個部分將來可能也會很困難 因為用戶是要自己 自來水也有內管 內管也是要用戶自己來做 我想這部分是不是就是說 進度上面 我們還是 因為三項協助的事項 文化局它還是可以統籌 那麼剛剛我聽過去也有這些 在召集相關研討 那下水道的加速 那外管的協助 我想這都應該是責無旁貸 而且還要專案來協助 那能夠做到 連接管都幫你來做 能做的我們也不排斥 因為我們台北市在這個用戶接管裡面 過去也有補助 因為補助2萬塊 雖然不是合乎規定 但是為了加速 下水道的接管率 能做的我們也盡量來做 好不好 我想這是一個大原則 為了當地的環境衛生 尤其陽明山 我覺得這是我們自己 大家也有這樣的理想 共同進 第二個部分 剛才副局長講的 我覺得也對 就廷濟平如果是台營的土地 我們就先有自主的規劃 權力跟能力的話 你就提出來 那但是我們就市府 剛才講的 他相關機關文化局會主政 來召集交通局 該協助在相關核定的部分 而且你們這邊也自己提出來 未來的公共運輸的鼓勵 可能在 停機坪當作停車位的時候 可能也可以一併提出來 我想這是一個整體的 能夠活化 讓大家能夠在那個地方生活 但是又不會變成假日塞車或各方面 這可能都是我們的目標 我想這我還是表達 交通部分 台營可以做 市府會協助 好不好 那地價稅的部分 你剛剛講的地價稅 我們可以中盤審視 就是說 針對這個個案 我還是建議 就是說 既然外縣市有17個在做 那我們如果修法 緩不及其 那可以抵照外縣市的精神 來看看怎麼去鑽籤 那我們也不可 否認就是說 如果要剛才講的財政稅捐 包含地震 我的經驗 反正現在居住正義稅都是 我在處理 很保守 那個好像收稅跟要命一樣 那你要幫文化資產 那也是方向不合 他不會去跟你考量這一頂 所以我說 文化局在這些方面 可以做一些指導 好不好 我想就是說主導 如果這三個 這樣的回應 你們能夠接受 我們就大力往前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還感覺到 市政府 文化局 或文資委員會 能協助 而沒有協助的 你再提出來 好不好 我想以這樣 我覺得 大體定案以後 文化局其實我建議 可以當作是一個 專案的這樣引導 就是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文化景觀 在文化上 未來是一個非常引以為傲 我們可以在現地做一個 介紹 行銷 各方面 如果大家看到以後 有個希望 好不好 我覺得這次非常 謝謝剛才 詹委員也特別提到 你們這個案子 到目前為止 應該都是高度受到尊重 跟肯定的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好 我們是不是朝剛才 這個台銀提的三點 我們市府 跟文資會 正面支持的角度 來去做過去 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我們就同意 他備查 未來我們還是拜託 台銀能夠多多的幫忙 好 謝謝 如果可以我們就進行 下一個案 請問 陳一二一中正區台大醫院 西指波辱房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本案是中正區台大醫院 西指波辱房文化資產價值的審查 本案是台大醫院他們在院區的範圍 北側基地要規劃興建健康大樓 那它的范围地址是在中正区公园段三小段的33D号 新建工程的基地是位在市定古蹟台大医院旧馆的同一个接口 但是它不是属于市定古蹟的范围 台大医院为了办理新建工程 所以在进行北侧基地的建务拆除作业 那本案在105年的7月25日 文化资产协议委员会的第83次会议临时提案的会议结论 请文化局依文字法的15条采取积极的作画并办理现场会看 依据83次文字会提案的决议 本局在105年7月26日由田副局长担任召集人 以及新委员李委员还有王维中委员 组成了文化资产审查的专案小组 办理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郭鲁市 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的专案小组会刊 当日的会刊结论是 本案先行列策 另请台大医院于两个月内提送保存计划 送本市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的审议 当日的会刊结论 请委员参考附建的第六大部企业 台大医院续于105年的9月1日 提送新纸郭鲁市建务保存计划的评估报告到本局 根据于9月9日 当即新委员李委员及张委员召开 保存计划评估报告的咨询会议 当日的咨询会议结论是 保存评估报告整体脉络 应以新建物回应及尊重文化资产为方向做补充修正 另请台大医院将院区范围内的建物文化资产价值 若整体的考栏跟初步保存规划 后续由本局办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会刊 有关咨询会议的会计记录 请委员参考福建的第八到第九页 台大医院在于105年的10月3号 提送咨询会议后的修正版本的保存计划评估报告 在该份的保存评估报告里面提出了两个保存方案 方案一 郭卢氏全部原地保留 洗衣房拆解后原地保留 及墙面跟立柱的印象 方案二 郭卢氏及洗衣房拆解评仪全部保留 在11月2日跟11月28日的时候 为求本案的在后续送文化资产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可以更聚焦 邀请了多位的文资委员办理了两场现场会刊 跟保存方案的专案小组会议 会议结论 本案会并同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的专案小组会刊 评估报告咨询会议 跟现场会刊保存方案专案小组的会议记录 提送到文化资产委员会来做讨论 那这两次 11月2号跟28号的会议记录 请委员参考附件第10到14页 整个案子其实总共办理了 四场的专案小组会刊及会议 那出席委员的意见 再要请委员参考第7点的个说明 在前面的四次会刊当中 各专案小组委员的意见皆认为 台大医院席指的国辱市 具有文化资产的价值 并建议登陆为历史建筑 因为医学大楼的新建附地有限 所以为求文资保存 跟公共利益医疗需求的平衡 有关保存方案 多数的委员认为 方案2可以保留郭卢市跟洗衣房的全部 并且保留立面量柱的真实性 因此较为优选 建议以方案2 郭卢市及洗衣房拆解平移 全部保留之保存方式较佳 本案的其他补充资料 以下代报告 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实行细则第7条所办理的 保存方案评估报告 本案的基本资料是基地位置 在中正区公园段三小登的33底号 创建年代是西元1921年新建 在1945年二次大战期间 曾遭到轰炸 在1957年的时候全面整修 目前的土地所有权人为国